漂亮的女孩背着爸爸妈妈独自走出家门 她不知道一个杀人狂正在外面等着自己 女孩沿着乡间小道一路前行 嘴角不时犯出天真的微笑 此时到田地里发出了奇怪的叫声 女孩紧张地回头张网 路灯突然一盏盏心灭 女孩开始害怕 疯了似地跑向远方 第二天女孩的妈妈出门取报纸 她戴上老花镜 发现花坛上摆放着石根香肠 母亲凑近一看 整个人瞬间吓得瘫倒在地 映入眼帘的竟是石根血淋淋的断纸 通过美甲母亲认出 这是女孩小丽的手指 此时的一公里外 一具女尸正安静地躺在芦苇荡中 女尸双脚套着塑料袋 脚踝系着蝴蝶结 石根手指全部不翼而飞 更诡异的是 这具尸体并不是小丽 而是咖啡馆的女店员宋秋波 时间回到白天 今天本是小丽外婆的悼念日 可小丽的哥哥小龙却躲在咖啡店 抱着吉他鬼哭狼嚎 店员宋秋波受不了了 直接下了逐客令 小龙因此和他吵了起来 夜晚 哥哥给妹妹发信息 说不想回家 为妹妹能不能一起出来走走 小丽急匆匆地跑出家门 不想去就此失踪 警察在凶暗现场 发现了一枚吉他波片 这正是小龙经常用的那一根 结合小丽失踪前说到的短信内容 小龙理所当然成了犯罪嫌疑人 由于坚信女儿没有死 父亲每天都站在女儿放学的路上等他 从白天到黑夜 从秋天到冬天 每一日风雨无足 最后竟活生生冻死在了路边 母亲看到这一幕彻底崩溃了 她一时间接受不了 亲人消解离世的打击 从此患上精神病 成了植物人 由于证据不足 小龙最终被无罪释放 可所有人都认为 他就是连环杀人案的真凶 一转眼二十年过去了 曾经的荒郊野岭盖起了高楼大厦 执着的小龙却始终坚信 妹妹还活着 小龙本名马应龙 为了找到妹妹 她成为了小镇里的一名警察 警察每天处理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 她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 不停打探妹妹的消息 因为根据法律规定 只有未成年人和患有智力障碍的群体 下落不明时 才能申保失踪 其他有自主能力的 只能认定为离家出走 二十年了 案件始终没有进展 直到这一天 警方在芦苇当中有了重大发现 河水推去后 一具女尸出现在了泥塘的正中心 尸体的手指和失踪的角力一样 第一关节被整齐切掉 马一龙不敢相信自己苦苦寻找的妹妹 竟然成了眼前的干尸 可通过戒指 马一龙察觉 消失二十年的杀人魔再度出现 这具尸体的身份另有其人